嗨大家好 我是平民百姓 現在為大家測試的關卡是 遠古神龍光 光 光基隆之傳說extra的部分 實際上來算一下的話 用打擊可能會比較好通關 因為打擊combo數上去的話 加成會比較高 可是 我還是要試著使用 看看雙北歐來通關的一個方式 現在為大家來做測試 一開始我還是會儲CD啊 哎呀太大力了 雖然說打到第10關來講 應該CD時候出滿了 可是我還是習慣在前面出好CD 以便不時之虛啊 這個按照順序打就好了 嗯會不會太多康啊 然後沒有給我活住 那就讓我到下一關是怎樣 還兩隻CDE的小魔女 先速留一下 又不給 來了喔 太誇張了 好 一樣可以看到我大概 就是不含天降的話大概3到5吧 就是算正常的速度啊 沒有特別快 欸好了好了 一次就好了 留一次給我 好多喔 留這一隻就差一CD了 差很多欸 因為往往有時候你就差一CD 就可以KO了 關鍵關卡 關鍵關卡 第5第9第10啦 因為第5第9第10 基本上 第5第9都是秒殺的 然後第10的話 第10的話是 你打他會被秒殺 因為你沒把他秒掉的話你就被秒了 好這邊 好這邊種假機器人 一隻 攻擊力2萬 所以不把他KO掉你就被 就被KO了 有三回合我會賺一回合的 CD數順便綠珠 不賺白不賺 其實攻擊力夠的話 攻擊力夠的話 也不一定要轉 轉 轉火珠去打他 像我現在攻擊力看起來應該是夠了 所以我就直接把他處理掉 他們血大概只有10萬而已 沒有火珠 沒有火珠 不會吧 看一下 還有6回合 屍蛇給我了 1顆 3顆 先指定小魔女好了 我這是第...第幾喔 換你了 第6...第8...還好 還沒還沒 現在就順順打就好 太好了 都是火珠 不要全消掉 留一些...等下會用得到 第7...換你 這樣 好吧 做一顆強化就好了 喔 漂亮 檯面很漂亮 因為第9關的話是還蠻關鍵的 第9關還蠻危險的 也是都是秒殺的 這個的話 1...2...3...4...5...6...7...8...9...9顆 好吧 9顆這樣打就好 好 可以看到我火珠 我會留5顆 6顆是要在下一關用的 可是他怎麼都不...不掉給我啊 可是他怎麼都不...不掉給我啊 OKOK 245 有5顆綠雜珠 順便綠雜珠 順便做個強化的 這邊只要5連4C就可以KO掉了 我有算過攻擊力的 所以 基本上 我珠子留夠多就沒有問題了 欸啊有沒有4C啊 3C我有強化的應該有機會 啊 沒有5連喔 啊 酷了 沒關係我還有2回合 雜珠綠一綠 喔 屍者給我了太漂亮了 哎呦喂啊 嚇死 天降 運氣運氣 有時候運氣也是死了一部分 算好了 可是出乎意料的那個 COMBO術 好 這個的話 要補一下血 沒有不要添醬 嚇死 然後 我們看一下有123 123 4 5 6 7 8 4 4 4 12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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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5 5 5 牌豬的時候要小心 因為一個出錯的話 就會怎麼講 就會破壞你自己的牌豬了 看一下喔 這個上去 這個1231 好像差不多吧 看有沒有算錯 123這邊還有一顆 這樣 因為我不是伸轉豬 但是我在玩之前我會先算 所以我是用計算的方式 來去評估我自己要的combo數 如果可以 這邊可以再多一combo 因為我要做鴨血的動作 我排豬的話可能就依照個人的方式去算 也要看當時的豬 像我這樣排的話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是9C是沒有問題的 4 6 啊 被斷了 喔 sh 沒關係啊 6C就夠了 哈哈哈哈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被斷出了 結果還活著 像我手動打擊的牌法大概是這樣排的 這個玩法可以給大家參考看看 因為你要鴨血 反正你回合放在那邊也是浪費 那你就可以利用你鴨血的回合數去 去做到擊殺王的一個動作 欸 光機龍 好 以上 這個 這個 鴨血 外加 那個 手動排豬的一個方式 給大家參考 當然 也祝大家運氣要 要好一點 不要像我剛剛 剛剛天降的時候居然把我斷豬了 這個方式給大家參考看看 謝謝大家 掰掰